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ACI教育直通车栏目 在美国很多华裔家长当中 有一部分人是坚决的鸡娃派 但是还有一群人是坚决的支持快乐教育和爱的教育的 根据有着37年教育经验的 ACI南加州学院的创始人郭主任安德国的观察 在美国所谓的爱的教育和快乐教育 其实是一场骗局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听听郭主任的看法 郭主任你好 对 主持人徐松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郭主任为什么您认为爱的教育和快乐教育是一场骗局呢 好 从我在做升学辅导 37年的工作经验里面来看 很多学生他为什么能够成功 他其实记得大陆 我记得在前几年时候大学在招生的时候 他们强调一个人格特质 英文的原字叫Grit Grit Grit这个是引申为坚毅坚忍不拔的坚毅的意思 原来的这个字是杀里面的小石头 就是坚强很坚硬的不怕磨难 那大学当时在找学生的时候 他就要求这个学生的人格数值里面 有这个具备Grit这个字的这个数值就等于是有坚毅的精神不怕吃苦 那结果呢真正在这个申请学校的时候就我们现在养出来的孩子绝大多数就假见 这个是说我们童年要快乐啊要幸福啊要好 结果就造成一些软啪啪的一些学生的性格跟能力去申请大学 就最后答案是什么都被大学拒绝了 所以在我们时候很多我遇到很多家长 他从国内来啊或从台湾来或从香港或新加坡各地来 他们就是有点在逃避当地的升学压力 所以因为听说美国这边念书比较轻松啊 这边比较放纵自由比较有很多的爱 那他们就认为说这是爱的教育 所以把孩子带来这边 那你对不对呢 我觉得对了一半 这个地方环境是比较民主比较自由 能够表达你的个人的观点的机会比较多 但是并不意味着整个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假借啊因为这是爱的教育 你就可以躲避掉很多你应该承担的责任 我们看过一些在家庭比较宠爱孩子 或讲的更直白一点叫溺爱孩子 学习能力超级超级不足的 就等于是他今天是八年级的学生 他的数学程度可能只有六年级或五年级 他英文程度只有这个四年级 有没有这样学生真的有 我们也遇到过这个孩子 他这个三年级的孩子 但他的程度连一年级都不具备 他连很多的这个简单的这个加减的数字 多一点的加法减法都开始出现问题 陈楚也问题 那不要讲到其他的很多的公式 三年级的孩子如果孩子教的快的话 这个初级的这个代数 有的学生都已经开始具备这些概念了 很多孩子在这个七八年级 在我知道已经开始在修维基分的课程 这里面并不代表说孩子超前学习 就一定是痛苦的 而是你怎么去引导他 但是现在的教育方式很多孩子在追求快乐的同时 把自己该应该负的承担的责任 就用快乐之名就全部都把它wave 就把它减免了 就把它抛弃了 那所以你看得出来 所谓讲说爱的教育出来的孩子是什么 只有最后这个爱变成自私自利的借口 因为他们强调爱强调这个自由强调快乐 所以该学的基本功也不愿意去学 就像现在很多学生讲说现在大学不需要SAT了 所以变得轻松了 他没有考虑到一个客观的事实 大学还是这么多 录取的人数只有这么一点点 申请的人并没有减少 那你们都不拿出好的成绩出来 都强调就说 今天美其名叫数职教育 对你的人品好人格好 但是这个东西很抽象很难衡量的时候 你又拿不出具体的学业表现学术成绩 没有SAT没有好的GPA 没有好的AP课程 就是说我很快乐 我也愿意帮助别人 我有一个好心肠 所以我要建好大学 那这样子逻辑里面出现成功的人 按照你这种方式去说成功的人非常多 大学会收吗 答案是No 他认为这些所有的人格特质 是on top of 就是在你原来的基础上加上去的 那你的基础是什么 基本功就是学业成绩 学业成绩该记的 该懂的 该会运算的 该能够写作的 能够表达的 这些就叫基本功 这跟爱不爱没有关系 你学了就会 你不学就不会 所以不要讲说今天我要轻松 我来美国就应该是早早放学 有很多的体育活动 可以看电视追剧 玩游戏打电脑 这样子我日子过得很幸福很快乐 我长大就是一个很有用很有出息 很有成就的人 那抱歉你都是被洗脑了 这整个大的局势都在帮这些学生在洗脑 好的主持人 郭卓人 我觉得很多家长如果听说孩子在的学校 或者是孩子在的补习机构 不能给孩子提供一口爱的教育或者是快乐教育 这对于家长来讲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您说应该如何在给孩子提供爱 或者说提供快乐的同时 还能够对他们高标准严要求呢 你这问题要问的是 要看出在当时的情境是什么 我们如果今天讲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的时候 那我问你军人跟警察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你跟他强调很多爱的教育 那他这个囚犯的犯人 还有敌人 他到底抓不抓 杀不杀 打不打 你强调如果说你的职责所在的时候 你应该以你的这个责任 或你的这个敬业精神 或你的这个终究的价值观为最主要的这个依据 那所谓这个爱的教育 他没有错 他是在一个幸福太平盛世 一个好的一个环境里面 你衣食无缺 你多享受一点家庭的人际观温暖 但是这种享受温暖 跟你要去学习 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是同时存在的 一件不能取代另外一件事情 你不能把这个爱的教育就我的孩子要快乐 所以你不能对他讲话严格 不能要求他做家事 布置太多的功课 就要做研究 他都不要 因为他要快乐 那这个结果你知道吗 为什么爱的教育是个骗局 因为在这个美国想调这爱的教育 其实这里面背后的这个 我们讲一个阴谋论吧 整个世界的这个政治经济财富 权力都控制在少数的这些财阀 这些家庭的手里他们控制政府啊 控制这个政府的决策 通知货币通知金融基金股票 他们都在控制 然后呢 他就不要这些人都学太多 不要你懂太多 他就有一个愚民政策 就让这个绝大多数学生啊 你能够说怎么样放纵自己 所以在美国有些蓝的州的话 这个大麻变得是合法啊 玩电玩或者有很多的这同性恋 让他们支持 孩子不念书 孩子要transgender 要变性 家长还不能管啊 你这样子就是把这个社会变得更混乱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那个学生就何去何从 他不知道 他只觉得说 哎 我们现在是家里不能 家长不能对我严格 不能骂我不能处罚我 他如果动手打了我 我就是家暴我就报警警察就来把我爸妈抓走 所以就造成一个孩子就越来越觉得说 这个世界以他自我为中心的 旁边人都在旁边伺候他的 回过来看中国大陆在过去六个 六个人绕着一个小太阳 也是同样的情形 因为少子化 所以呢这个小孩子就变成六个六个长者照顾一个小孩 这孩子最后造就出来的孩子绝大多数都是自我的 讲的更难听就是自私的自立的功利的 你说这个孩子将来他一个能养六个吗 我两个人养六个吗 他养不了啊 他没有办法 他自己能力都不够 所以在从我从教育的观点来看ACN南加州学院我们在帮助孩子进大学的时候其实非常强调就是说你真正的升学的实力不要被一个爱的教育不要被一个说快乐的童年快乐的生活来取代你该有的责任跟你的成就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啊 这美国这个教育啊是穷人都喜欢爱的教育因为不要努力他不要有竞争不要有压力所以他能够说眼前能够享受这一顿快乐的这个时光啊吃一顿好吃的看电影吃爆米花喝可乐那把钱都花光了啊看个电影加了几个去看花了100块美金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穷了就过苦日子了那如果真正换过来看这些有钱人的这他们强调的不是爱的教育他强调是精英教育或者讲贵族教育你认为贵族教育很舒服吗我告诉你一点都不舒服他们学的更多文学历史哲学科学艺术啊到体育啊到这个啊甚至更高端的这种高级的这个啊管理啊金融财务法律甚至医学神学啊音乐他们都必须要 涉猎因为在一个上层的这个社会里面来讲大家较量的都是你的硬实力你的底气你的人品特质要透过你的学识来呈现出来你没有学识没有人力你怎么样拿出你的这个特质拿出你优雅哇这个受人尊重受人欣赏的一面如果你脑袋都是空的你没有文凭你没有这个绝对的学术基础没有好的教育表现你说你是一个知书达理你知什么书呢你达什么理呢 你可能什么叫理都不知道你的知识量也不够那你凭什么基深于在这种属于富人的财这个行列里面呢所以富人都是讲精英教育他们要孩子学的更多要吃苦要历练更多做更多的研究报告然后呢穷人的孩子呢就是享受爱的教育所以不要努力 这个一到十二年级政府包办了最后就有一个community college然后呢有最低的工资薪资保障就一辈子可能都在被受压迫受人家的剥削 钱财富你看最近covid这几年下来穷人的变得更穷了中产阶级也变穷了但是最有钱人变得更有钱了这社会本来就是不公平所以在我的教育理念里面来讲我一直帮助这个孩子帮助家长看清这个社会要的是什么 你的孩子具备这样子的特质了吗如果告诉你这个哈佛大学Stanford MIT UCRI USC NYU他们要的孩子的特质你的孩子目前还不具备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讯告诉你你的孩子如果现在在进大学这一关被淘汰了他非常有可能在后面人生的其他的各种的关卡的时候呢也会被淘汰那生生存的竞争其实是有点丛林法则就是说强者愿 弱者就变成强者的这个棋子或者变成他的这个食物他的这个牺牲你没有自主权也没有选择权所以真正一个孩子若想要说读书要进好学校ACI给你的教育事实上是要你变强你有底气有底蕴你有真正的知识拿得出好的成绩所以我们ACI的升学辅导我们非常强调你真正的学术方面的成就 你必须有硬实力必须把学校GPA顾好你必须拿很多AP的课参加很多的研究报告你SAT大学说不用考那就是爱的教育啊不用考干嘛准备呢所以说很多的机构会讲说SAT不考干嘛准备写篇论文就可以进去了你真当如此吗那像你这样子条件的人那不是满山满海都是同样的学生大学怎么放得下这么多拿不出学术实力的就靠一篇文章就进大学的文章可以chat GPT帮你做 做一个打草稿虽然现在可以抓这个chat GPT写出来的文章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去修改一个文章叫老师代写叫写手代写人多的去了那你认为这样子就可以进大学就可以找到工作吗如果你今天在找工作你的面谈都是叫别人帮你去面谈真正上班的时候你敢去报到吗你敢去上班吗因为都在骗嘛你不敢所以在我们讲真正的这个教育应该是一个人品人格的教育而不是讲爱的教育 爱是当你是把责任尽到了你有能力有条件的时候你可以享受爱跟被爱享受快乐的时间但是当你责任没有尽到的时候呢你一味的追求这种享受这种贪图这种安逸我认为孩子到最后是要付出代价的社会非常现实非常残酷你要知道每一次金融海啸每一次这个战争每一次这个天灾来的时候呢最遭殃的人都是生活底层的人 都是这些穷人这些没有知识的人第一个送出去当这个牺牲品的有钱人躲在后面稳稳的拿着他的股票拿着他的资源再赚更多的钱所以我在这里趁这个节目提醒很多家长你应该认真思考你的教育孩子的方式是不是真的把孩子变得强大经得起考验可以承担责任经得起挑战所以进一个好大学更重要的是揭示你将来在社会上可以立足你有竞争力你有条件 有实力而不是被over protected被保护的太好我们路都帮他安排好了学校都帮他选好了这个关节人情礼物也都送了我们孩子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进去了那你一辈子就让他活在你的必因底下你孩子永远不会独立成长永远没办法当一个动良之财那自己思考一下你要不要这个表面上的爱的教育呢 这个爱如果是没有一个责任作为前提的爱那只是漫无目的放纵的爱那是自私的爱那是培养出一大堆无法无天的小霸王那也不是我觉得是大学会收你孩子只是因为你们家庭给了一种不负责任的爱的教育或快乐教育事实上是没有竞争力的好的主持人郭主任刚才您说不需要这样表面的爱那什么是实质的爱呢家长到底应该如何去教育自己的孩子呢 好你讲实质的爱是让这孩子变得更坚强变强大对吗一个树是经过修剪这个树才能够长得更好修剪的时候树会是有些痛苦不需要的枝不需要的地方给它去掉把它维持它的主干把树的形状给修出来那人呢是不是也经过修剪这个修剪的翻成就是这个就是教化教养Curtivate就是你在这个进步你的这个文化的底蕴里面熏陶你所以这个人真正的爱 事实上是让你能够一个树能够长得好是因为它根扎得很深当这个旱季来临的时候没有下雨的时候这个树能不能活决定它根下面延伸的深度到多深去找到水源所以这个树根扎得很浅的这个树这些植物都会死掉它扎得很深的这个树都会长得很强大那你讲一个种竹子来讲如果你种过竹子因为我们在美国很少有竹子可以种但是真正在四川这个成都或者这个熊猫 高的故乡那边很多的竹子那些竹林种过竹子人知道你把一个竹子放上去它可能前面的几年都没有再长什么长得很慢都是看起来都只发个芽都长没有长你会后来等到它实际成熟它一下子一下突然就冒出来就长得非常的快甚至一天就可以长个五公分十公分啊就是用很高的速度甚至长到十五公分每天就这样上上串一下上到几十英尺高那我问你它它没有长的时候它在长什么它在长根啊 它在面对它的根尽量往下扎根它变成一个综合交错的一个网络的系统把地下的资源矿物质它的营养全部都搭建好了当它根全部都发育长好了它才开始长地面上的这个竹子的这个本体它的这个竹子的筋它的这个这个stem它的这个竹子本身在一路往上飙升所以用竹子来看教育也是一样你扎根扎得够深厚的时候呢你真的该时间点 到了你该放光芒的时候你就会放出你的光芒不用客气也不用怀疑在我的教育37年我培养出非常多优秀的孩子现在都是医生律师科学家工程师啊这个公司的高级主管我问问这些孩子他们当年在ACI在念书说苦不苦很多人他们告诉是很辛苦但是呢他们不后悔因为他们现在很快乐很有成就啊他们觉得现在享受到当时先付出现在的果实是说薪水是十几万到几十万美金 能够孝顺父母能够带着全家全世界去游玩去旅游能够这些很容易就是把自己的生活搭配搭配的很好那这才是我讲的真正爱的教育因为我要你成功要你成长而不是只是用给的方式当做一个贵落你的方式做爱的教育所以我觉得现在和在很多的这个教育很多的方式家长都被误导了认为孩子应该是走一个最轻松的方式因为我自己吃苦了苦父母不能苦孩子很多家长就这样子讲结果你的孩子就 就变得吃不了苦也没有竞争力也没有实力所以我们回顾了也讲说今天ACI的这个升学的策略是让你的孩子把真正的优点给激发出来在跟大学面谈的时候在写你的个人的文书自传的时候在你参与的社会活动你的比赛啊或你的研究的时候这个都是辛苦的你想想参加辩论赛或参加marking band参加所有的这个运动的这个项目比赛 哪一件不辛苦啊你到军队去服务你进了西点军校进了美国的空军海军的官校我问你心不辛苦可是你要当上将军当上一个leader你不辛苦你就永远就做一个二等兵一等兵做个小兵呗你就是做最简单的占个卫兵就这样退伍了那你学到什么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真的讲这爱的教育不要滥用所以今天这个主题呢也是让家长能够更看清楚你的孩子人格素质的成长需要有一个好的名师和一个好的老师来带领他 观念上的代理比你只是对一些分数来讲更重要因为成绩会过去但是你的三观会跟着你一生这就是我现在跟你提的重点好主持人好今天非常感谢ACI南加州学院的创始人郭主任和大家分析啊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爱的教育好今天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您的支持